拔完火罐要注意什么 如文医生科药专家安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首先我们拔火罐要注意 第一就是在拔火罐的前期 我们要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干燥和清洁 也可以用75%的酒精 在拔火罐的位置做一个情节的处理 第二个就是我们拔火罐 在拔火罐之后 我们要大量的饮用温水 促进新陈代谢 保持温度 尽量的避免感受风险 因为我们拔完火罐之后 毛孔属于扩张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感受寒险的 风险的 如果这个时候感受寒险风险 就会引起像感冒这一类的病症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拔完火罐之后 我们间隔的时间要注意 一般来说就是一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不易过频繁的去拔火罐 这样也是不利于身体的健康的 最后也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拔完火罐之后 尽量的穿的衣物 要避免这种刺激性的这种衣物 尽量穿一些全面的这种衣服 避免它出现这种过敏的这种现象 而且有一些朋友 他拔完火罐之后 它会出现这种水泡 如果是这个小的水泡 小于一个平方厘米的这种水泡 我们可以不做处理 保持清洁就可以了 如果大于一个平方厘米的水泡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 这个消毒和抗感染的这一些措施 最好也是到医院来处理 是最好的